在神舟六号发射时,我国首次在运载火箭上安装了图像传输装置,而在发射神奇的火箭上又新增一个摄像头,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火箭飞行的壮美瞬间。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火箭二级发动机工作的画面。 这样珍贵的镜头是由这个安装于火箭二级段尾部的摄像头完成的。 这样的画面对于火箭设计人员来说也是第一次看到。 二级发动机舱啊,它正好是工作的时候是在真空里头,这真空里头和这个地面火炎的那个形状,扩散的那个方式啊,全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想再用个摄像头看看这段是什么样子。 一些东西以前大家是没有想到的,这样的话呢,包括一些管路不断的在变化,它已经变得很红很亮了。 应该说这个图像在二级尾舱里的工作是达到了我们一起的目的。 这些数据下来以后有利于我们对二级尾舱的状况和它的环境做进一步的分析。 工作人员在神奇火箭上一共安装了三个摄像头。 除了二级段尾部的摄像头,还有两个摄像头和神六火箭一样,一个安装在二级火箭的中间部位。 正常情况下可以拍到火箭起飞的姿态和助推器分离的动作。 另外一个安装在飞船支架上,可以拍摄到整流罩分离以及飞船和火箭分离的过程。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摄像头其实还是挺沉的。 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啊,它啊虽然像素不是很高,但是它能够在零下四十度到零上六十度的环境下面都能够进行拍摄。 并且它的拍摄的范围可以达到无限远。 为了让画面效果更好,研制人员对摄像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比如,图像上的字体变小了。 此外,他们还将安装在火箭舰体上的摄像头仰角进行了调整。 除了火箭以外的那个太空的画面能多点,这样有助于看我们助推分离。 在整个传输过程中,三路图像采取的是单路下船的方式。 虽然像素不是很高,并且由于火箭是在晚上发射,摄像头的拍摄效果不如白天清楚。 但对于地面指挥人员判读数据来说,已经足够了。 一路一路传,那么这三路信号就要有一个切换。 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在整个飞行的六百多秒内的话,把我们每一个时刻最关心的图像都能够传回来。 感觉还是挺好的,这时候我们还曾经有过,将来有红外的这种摄像头,能够去边观测这个发动机的工作状况,边对环境温度进行测量。 这是我们将来后续要进行的工作。 3随便超过面。